屏東恆春舉辦一連一度的中原樹枯棚比賽 32支來自全國各地的隊伍 爭爬塗滿牛油的枯棚 加上不斷有間歇性的雨勢難度大增 不過參與隊伍之中也不乏老手 比賽進行不到2個小時 由曾經拿過7次冠軍的在地好手 再度奪得冠軍 鞭炮聲大鑿 晚上9點35分 用定交決定的比賽時間一度 所有參賽隊伍馬上開始疊羅漢 要搶奪恆春樹枯棚比賽的冠軍 塗滿牛油的枯棚 一開始根本就無法攀爬 所有隊伍都要切法將牛油刮乾淨 再向上攻 不過最後一段 只能夠靠攻其手自己努力 32支參賽隊伍 有不少參賽很多次的當地老手 過幾小時之後 就有兩支隊伍接近棚頂 兩隊都是只差一步 就可以攀上棚頂 在民眾驚呼連連之下 結果又曾經拿過7次冠軍的在地好手 陳俊興再度奪冠 行春樹枯棚比賽 已經有140年的歷史 由2007年擴大舉辦 就吸引全國各地的隊伍增相參賽 棺材人潮也逐能增加 為當地創造觀光相機 今天就跟著我來看 是